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莉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养父自小灵辱小女孩 小女孩忍无可忍,觉醒后变成暴走反杀养父的故事 二鸭是个孤儿,从小被患有精神病的养父领养 这天,二鸭神奇严峻的在那里刷碗洗锅 显然在这个家里,她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 期间,二鸭望向正在看电视的养父 二鸭似乎很是害怕她 就连养父换个电视台都能把她吓出一身冷汗 每当这时,家里的小猫都会跑到二鸭身边 对于她来说,猫是她唯一的朋友 所以说二鸭对她也很是爱惜 常常拿猫粮喂给她吃 而后二鸭想要回房间休息一下 在这个家里,她干什么都小心翼翼 就连回房间都是捏手捏脚,走路很轻 她的影子就像是懦弱的小老鼠一样 充分显示了二鸭耐心的恐惧 可尽管二鸭已经十分小心了 无意间还是发出了一点声音 起初一位养父并没有听到 但其实养父对这一切已经了如指掌 养父其实就是一个披着狼皮的人 二鸭在房间正准备换衣服睡觉 养父闻讯赶来 从影子可以看出 养父早已丧失理智的兽性 这俩然是在上演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故事吗 养父慢慢靠近二鸭 画面一转,二鸭继续站在那里刷完洗锅 很显然这种事情对她来说是常有的事 好在还有小猫咪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 当二鸭拿起刀准备帮小猫划开猫粮的时候 脑海中突然萌生一个想法 或许刀子可以搁进这无尽的枷锁 二鸭将刀尖指向了养父,起了杀意 而后她大不留心的朝养父走去 再也没有从前的懦弱和卑微 影子也画画成了凶猛的豹子 这次她不再胆小 恶狠狠的扑向了养父,完成反杀 事后二鸭终于露出了笑容 并第一次给猫咪开了婚 和她一起分享自由后的放松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动画让我觉得莫名恶心 但是却又太喜欢这个画风 不过我在现实生活中 真的有这样不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吗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及订阅小猫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猫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小猫